老爷,来。 老爷,来。 爸。 爸。 妈。 真好。 这味中药是龙骨凤髓麒麟肉。 爷爷您喝了一定会成命百岁的。 正阳。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好。 好。 爷爷含着这口气, 就是想见你一面。 见不到你啊, 爷爷是不肯走的。 总算把你盼回来了。 爷爷,你别动了。 看你说的, 你老张一壮, 当然不会有问题了。 来, 把这些药趁热喝了, 就是肠命百岁汤。 您喝了, 身体会更强壮的。 好好好, 我喝, 我喝。 不过呀, 你告诉你奶奶, 以后别弄这些东西了。 这个洋人护士啊, 见了就生气了。 好好好, 我以后不弄了。 只要正阳回来了, 比什么仙丹都有效。 正阳啊, 你是怎么回来的? 你爸, 不是故意隐瞒我病危的消息吗? 谁说的, 就是爸爸叫我提前回来找您的。 你不用骗我了, 你爸爸搞的那些玩意儿啊, 他竟然有胆量, 让你回来见我。 你爸爸搞什么鬼, 我心里啊, 都清楚。 这次, 我不会放过他。 爷爷, 您别怪爸爸了, 其实爸爸做的那些事情我都知道。 您如果真要怪的话, 就怪我好了。 爸爸, 你不用替你爸爸说话。 他竟敢胆大包天, 不让你回来给我送终。 等我真的两腿一蹬, 他还有什么不敢呢? 你们, 你们这一次, 谁都不许替他说话。 对不起, 失礼了。 刘先生, 我姓张, 我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总会计师。 也是您的新任职务代理人。 这几位都是我的下属, 也是会计师。 这位是陈律师。 孙大鹏先生, 他委托我们, 从即日起, 进驻这间办公室, 查核昆耀建设所有的会计往来账目, 并且赞带你的所有职务。 你在胡说什么呢? 我是孙氏企业的总执行长, 没有人能叫我头。 你们现在马上出去, 不然我就报警了。 这是孙大鹏先生的亲笔签名文件, 从即日起, 解除你孙氏企业总执行长一职。 请您过目。 我们前ille面的试图。 在说是孙氏企业的旅程, 在说是孙氏企业的旅程! 我们终于回家。 行吧! 你不能说《非常多!》 家里面 次第五次! 顾沙企业总扶行长。 请您再来自服务! 赵鸡业呀! 我设 fellow校长的旅程! 找了块地 在这 你在哭 没有 我今天眼睛不舒服 女人我见得多了 刚好呢是假哭 说眼睛不舒服 那是真哭 我已经问过洪达了 是你儿子的事对不对 那抛弃你的 那没良心的家伙 听说连你儿子的地址都不肯告诉你 这明明不就是拆散你们母子俩吗 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不用替她讲话了 谁欺负你 我就看着过不去 不过你放心啊 我一出马 我保证 你们母子俩能见面 你们俩跟我去找高耀宗泡茶喝 失败了 罗董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 您别插手了 哎 罗董 罗董 高耀宗呢 高耀宗呢 叫他出来 高耀宗先生 因为已经亏空公款 被孙大鹏先生隔职查办了 现在 我是这里的全权代理人 想不到我还没有动手 有人已经听我教训这个陈师妹了 林董事长 罗董事长 我们明天还没地呢 你怎么知道 我们俩是谁啊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 高杨食品集团 对新庄那块土地 好像也挺感兴趣 想用它来扩建厂房 是这样子的 你们也知道 我们昆耀建设 主要投资的项目是房地产 并不是工业厂房 所以说这次呢 我们打算赔一价转让 林董事长 九折 你看这个价格 你能不能接受 既然认赔 你就爽快点 半价 林董事长 你是高杨食品的负责人 这件事情 我只是想跟林董谈 我是大股东之一 跟我讲也一样 哼 我现在只想知道 高杨食人在哪 昆耀建设通知我 说你开出的票子不算数 我的钱财都已经定了 你一分一毫都不能守 要不然我就跟你没完 那些机器都已经上船了 当然不能退 要是你敢跳票 我就告到你不能翻身 小宗 你怎么连家里的门都没锁 万一坏人进来怎么办 他把坏人关到外面也没有用 等他进了监狱 我看他能不能断掉那些三轿九流 哈哈哈 我长这么大 总算老天爷醒了开眼了 你当年抛弃妻子的时候 你考虑过他有没有活路吗 现在你岳父也不会考虑你有没有活路 这叫金世报 罗董 他是谁啊 这位是罗董 是我们公司的大股东 我们刚刚去昆耀见识找你 你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了 不止孙老爷要告你 那些跳票的厂商也要告你 事情很严重的 不用你来这里幸灾乐祸 他不是来幸灾乐祸的 我才是 秋军 如果今天你是来羞辱我的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你可以走了 我不是来让你自尊的 我是真的担心你啊 好啊 该担心的都已经担心过了 请 姚总 好好好 我来说 你只要把林董的儿子的下落告诉我们 我们马上就走 正明是我的儿子 轮不动你来担心我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老董 姚总 你至少让我看看正阳的房间 可以吗 在路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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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真的好想你 杨总 这张郑阳的照片可以给我吗 就拿一张照片怎么够啊 你到底把林董的儿子藏到什么地方了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家务事 不需要你来管 林董的事情就是我的事 谁欺负他等于就是欺负我 你再不说出他儿子的下落 不用等你进监狱 我现在先教训你 罗董 秋决 你也真是 我想不到你会自甘杜禄 跟这种人混在一起 我真庆幸当初没把郑阳交给你 否则郑阳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什么这种人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这种人 是哪种人 罗董 我大概给你道歉 对不起 你到底亏空多少 有没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 你能帮什么忙 你说说看 也许我可以 我不用你帮忙 你已经帮了我大半辈子了 我不想到头来 还得靠你 你现在心里面一定很得意吧 一定在笑我对不对 我没那个意思 没那个意思 没那个意思 为什么我一有事 你马上就带着一个来路不明的男人一起来嘲笑我 秋军 这二十年来你就是再寂寞 也不该找 找个这样的男人来凑数我 会让人笑我的知道吗 我跟林总是清清白白的 像你这种狼心狗肺的砸碎 是个男人都会瞧不起你 都会替林总教训你 罗董 打他 罗董 别打了 你叫他们走手啊 罗董 你就不要替这种人求情了 打死他 不行啊 他是我丈夫 放住手 我说林总 他曾经抛弃过你 还拆散你们母子 你还想帮他 他侮辱过你 哎呀 我对我们家狗 都比他对你好 你还把他当成丈夫啊 当年 我答应过姚宗的娘 说这辈子 生是高家人 死是高家鬼 我答应过 这辈子 一定不会赴姚宗 无论如何 此生此世 绝不改嫁 绝无而兴 虽然要做你在父国 可是我会一直守着我的承诺 因为我答应过老夫人 我答应过爹 你听听 他是怎么对你的 你又是怎么对他的 你有没有良心啊你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一头撞死 下辈子 做牛做马 也好好报答这样的太太啊 我不需要他关心 都给我出去 我让你们出去 姚宗 走就走 你就别再管他的死活了 这种人不好好受点教训 是不会学乖的 咱们走 姚宗 你想不想金念慈 我知道你们第一次见面 气氛不太好 其实 念慈是一个很好的孩子 你们见上一面 我想念慈一定会改变他对你的印象 他这种人无情无义 是没心没肝的 他连你的儿子都不让见 他怎么会关心自己的女儿呢 他怎么办 你又去见他了 他是不是还是不肯让你见哥 他现在官司缠身 心情也不太好 我想 等他问题都解决的时候 他应该就会愿意好好跟我谈一谈了 嗯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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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还谈了些什么 也没法好好说句话 每一次都是不欢二三 那他提到了我吗 我随便问问的 你不用放在心上 那我去点货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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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 妈 妈 那他那 defin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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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笑了 他真的笑了 他真的对我笑呢 严子 怎么哭呢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 行了别逞强了 看你老是闷闷不乐的样子 是不是跟你爸爸有关啊 你不要再提他了 在他心里 根本就没有在乎过我这个女儿 他抛弃我能摸你 他抢死我哥哥 我如果有点骨气 就应该不在乎他了 可是 可是我偏偏那么没用 我还是想要怨他 他会为他哭 我真不争气 就算不得小子 尽管这面子的便宜 奈行行之天无弱 别哭了 不过不是错了 是吧 那就好 还有更好的等着你 等着啊 江大为主演的年轻人 知道你喜欢江大为 所以专程给你买了两张 不过 这是给你和老板买的 你们一起去看吧 我妈不喜欢看电影 你陪我去吧 这可是真的 我可以和你去看电影了 当然了 这票是你买的 还要我请你啊 耶 哈哈 太好了 走 走 别走 我的小朋友知道吗 爸爸对不起 爷爷 慢一点 嗯 正言啊 你知道爷爷病危 是不是 真的想回来看我呀 当然是真的了 爷爷 你干嘛这么问呢 唉 我对你父亲 是推心之父 把他当成真正的亲人 嗯 谁知道 他会这样对不起我 唉 唉 我真不知道 该相信谁才好 爷爷 慢点 唉 爷爷 我虽然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这二十多年来 你跟奶奶对我视如己充 恩重如山 养育之恩 胜过轻身 其实在我的心里面 早就把你当做我的亲爷爷了 嗯 当年 你奶奶看中你 选你以来 继承我们孙家的香火 果然没看错人呢 只是 一想到你的母亲林秋菊 我真是觉得对不起她呀 我们软硬坚实的把你 把你抢来 哎 有时候 我真是觉得 对不起她呀 哎呀 哎呀 嗯 要找一个人 又疼何容易 你真的去找过林秋菊 你是不是想找她 跟她回去 认祖归宗啊 你不想做我们孙家的子孙了 正牙 我对你不薄啊 你是我们孙家唯一的继承人 你千万不能走啊 我们孙家所有的财产都是你的 你绝对不能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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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stakeholder 你慢点说 social 你别急 你慢慢说 我没有多长时间了 爷爷 你要是走了 我们孙家 那是真正 줄 laing 我不准你走 我不准你走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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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走 爷爷 你别着急 我不走 我是你英雄养大的 我不走 我永远是你的孙子 我真的不走 爷爷 你别着急 别着急 慢慢说 张阳啊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没骗爷爷 真的 我 我不走 不过 爷爷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求我 放过你爸 是吗 爷爷 难道你真的有个爸爸吗 一家人打官司 不论谁赢 结果都是输 爷爷 我求您就放过爸爸吧 好吗 公事公办 他敢做就要敢当 再说 他要是把我们的财产赔光了怎么办 我所有的家产 我所有的家产那都是留给你的 爷爷 我知道您对我很好 但是您对我的恩情已经够多了 就算您一毛钱都不给我的话 我依然会孝敬您的 我求您 我求您放过爸爸吧 他现在已经被解除了职位 已经没有了决策权 所以 生不了我们孙氏集团 你何必 何必非告他不可 我不是怕他亏空 我是怕我死了以后 没人能够治得了他呀 问了你 为了孙氏的企业 我一定要做个了断 爷爷 我已经没有妈了 难道您忍心 忍心让我连爸爸也失去了 爷爷 没错 我已经做过一次对不起你的事情了 我不能 再做伤害的事情 好 我可以不去高耀宗 但是有个前提 他必须把亏空的公款 立刻补回来 而且 马上回美国 谢谢爷爷 谢谢 怎么了 今天是三堂会审 想要整死我 我们已经算出了所有亏空的账目 连同你开出去的票 限期一个星期内补回 否则 孙氏企业将会对你提出告诉 并且 在各大报刊声明 宣布 解除你和孙氏企业的所有关系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我是孙大鹏的女婿 想断绝关系 断得了吗 嗯 我们也只是转述孙董事长的意思 只要你补足了亏空的公款 一切罪名一笔勾销 我们 一切都是公事公办 公事公办 这些年我为了孙氏做牛做马 二十年来辛辛苦苦 就换得一句公事公办 我告诉你 我是昆耀建设的总经理 是孙氏企业的总执行长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投资 对不起 公事公办 我明白了 一定是孙大鹏想承误 想借这个机会 把所有的亏损都算到我头上 叫我做替死鬼 对不对 嗯 还有哪些账都告诉我 是不是美国投资的亏损 都算在我头上 都叫我来砍言 啊 一切都是公事公办 够了 麻烦你们帮我转告孙大王 从今天起 不用他来开除我自动辞职 要告的话 就让他告 那照你的意思说 你是不打算补足亏空的公款了 没错 我会出去令组公司 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 我孙耀宗 就是没有了他 也可以在商场立足你 我不需要告诉你 孙耀宗先生 既然你不打算补足亏空的公款 那么我只好依法对你提出告诉 你就等着法院的船票吧 你不要跟我再提正阳 这小子吃力爬外 只会扯我的后腿 什么 他帮我说好话 那天就要下红雨了 我告诉你啊 你爸是故意的 他明知道这笔钱 一星期内不可能补回来的 他是故意在为难我 你说什么 要我跟你爸道歉 我告诉你不可能 你爸一辈子都看不起我 我要是认错 我这辈子还能在他面前抬头做人吗 我告诉你 你要回来就回来 我养你 你若不回来 就去做你爸的孝女 久都没我惊吓 就这样 怎么样 姚宗他怎么说 这姚宗怎么会亏空那么多钱呢 我们俩把钱都垫下去了 还不够 这怎么办呢 妈 姚宗他竟然骂我 他从来没对我这么凶过 我真的好怕 是不是因为气我 没有帮他的忙啊 别急 他心情不好 我们再劝劝你爸爸 啊 你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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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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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两千万 两千万呢 哎你不要在这样喝酒了 给我 伤身体的 不管孙老爷决定要怎么样对付你 你都不应该这样自暴自弃啊 是啊 孙道子的个性我最清楚 他说到做到 我这次死定了 你回去跟孙老爷好好商量 跟他低个头 大家都是一家人 有话好说吗 一家人 什么一家人 这么多年 几十年过去了 他有没有当我是自己人 这几十年来 他根本就没有接纳过我 你怎么不检讨一下你自己 给人入罪 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这是你自己选的路 能拥有谁 拜托你 我不用你来教训我 要不是正阳吃礼爬外 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看看你的好儿子做的好事 他现在看见我一无所有 就马上飞回美国 去抱孙大鹏的大腿 拼命祈求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正阳 正阳为了收拾你的懒贪子 他会通过念词 求羔羊食品 买菜新装那块地 他为什么要向人低声下气的 他是为了帮你啊 而你做了什么 你只会埋怨别人推些责任 老总 你任性了一辈子 该长大了 要练习 质 赨 饭 想 Pi 滚